我們來看看剛剛那段影片裡面那個快轉還有慢動作怎麼做 那你找到一段之後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工具裡面有叫威力工具 有沒有看到視訊的速度 就是這個 你把它勾起來吧 勾起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這邊做速度的調整 好 那預設呢 當然就是我們講的就是 一倍的速度 所以你要快轉慢轉 就看你 如果我在這邊我要做快轉 你拉長 那我順便問一下各位囉 快轉的話 影變會變快嗎 相對的 你有沒有注意到 時間會變短 對啊 因為你播的比較快啊 你用跑的人家走你用跑的啊 對不對 當然速度比較快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會改變 聲音 不要忘記了 當你快轉的時候 請問聲音會變什麼 這個是標準的 快一點 這個不可能齁 來 這樣 基本上快轉會變糖老鴨嘛 有沒有 這樣了解 那請問 如果慢轉呢 慢動作呢 時間當然會變長 會變老啊 說老啊 不 對吧 所以如果你在播這些影片的時候 就要注意一下囉 聲音 要不要讓它出現 對 如果一般快轉 也許聲音會讓它出現 那慢轉通常聲音就不讓它出現 因為這樣會怪怪的 因為講話很慢 然後你會覺得 你們沒有看過那部電影嗎 快俠啊 誰是快俠 你不知道嗎 那個樹懶啊 那是哪一部影片 動物方程式 你們沒看過 哎呀 你們怎麼都不那麼不卡通 哈哈哈 好 ok 所以我們在這邊 你就試看看 看哪一個 比如說我先做快轉好了 ok 正 幾秒鐘 但是稍微留意一下 我們在一般的剪 剪接影片裡面 每一個片段 建議各位 最好不要低於什麼 三秒鐘以下 你知道為什麼嗎 你想看看 我沒有完全 我完全沒有加任何的 轉場 也沒有任何的特效 三秒鐘 快還是慢 其實算很快的 感覺起來 一 二 三 但是你不要忘記 我們是影片 影片有在動 人看的影片 還要辨識一下 你知道嗎 如果你很快 少於三秒鐘以下 你會覺得 這個人在趕什麼 哈哈哈 了解嗎 因為那個畫面的節奏感 除非你要是那種很快的節奏感 不然的話 三秒鐘 有時候看影片的內容 他來不及辨識 就換下一段了 因為有時候 我們還要加上轉場 特效之類的 那你又更短 這個是一定要注意一下的 如果確定 有沒有這樣 馬上縮短 而且威力導演上面 有一個這個 告訴你沒有條 有沒有 有一個這個 黃色的 所以你會看得清楚 那相對的 你要慢動作 當然你就一樣的 只要把它速度變慢就好 這樣了解 所以這個速度調整 你可以像這樣 就可以很輕鬆的做到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各位 你可以試一下囉